親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我們接著進行第五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建請決議 針對2015年10月29日 陸非南海仲裁案 仲裁庭所作之管轄權裁決 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 據諸事實法理 依我國之領土主權 與國民授權 作成向國際聲明之三項國會決議 請公決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親民黨黨團提案 建請本院作成如下決議 針對2015年10月29日 陸非南海仲裁案 仲裁庭所作之管轄權裁決 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機關立法院 據諸事實法理 僅依我國之領土主權與國民授權 作成向國際聲明之國會決議如下 一、無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 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與東沙群島 總稱南海主島及其周遭海域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海域 中華民國對該四群島及其周遭海域享有國際法上之權利 任何國家無論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張、佔據或任何國際仲裁之片面決定 中華民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 二、南海主島中有關太平島、中華民國已實質佔有 有效統治超過半世紀、島上諸般民生行政及軍事建設備具 2008年及2016年 我國家元首陳水扁總統及馬英九總統 均親往太平島視察助手人員及島嶼建設 確定我國主權佔有事實 中華民國作為一獨立自組織主權國家 自1912年造建至今國座從未間斷 且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 其治權從未基於中華民國主權統治之領土 台海兩岸既有兩個政治實體分治 有關太平島、中洲郊及東沙群島等南海主島主權歸屬 如顯所述 向由中華民國政府不間斷實質佔有 有效統治 代無疑義 絕非中國大陸任何其他國家或任何國際仲裁所能挑戰或改變 三 有關上述我國擁有之南海主島 包括太平島之主權 中華民國政府從過去到未來 將持續進行對外及對內兩方面之主權維護行動 對外方面 中華民國政府將持續積極向國際社會 宣達我國南海主島主權相關文件 太平島島嶼地位要件及其享有海洋權力之證明 以及我國實質佔有 有效統治太平島東沙群島等事實證據 避免其不變真實 混淆視聽 並向歷來無權深鎖我國主權島嶼之相關國家 包括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 大陸等等國家或地區 持續宣示我國絕不動搖之主權立場 對內方面 中華民國政府將根據進行太平島之一切行政與建設 包含強化助勤 鞏固軍備 學術研究 觀光旅遊 民生設施 交通通信 環境保護 資源探勘等所有項目 是否有黨 盡情公絕 宣讀安比 依照立法院執權新司法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 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指去大體討論後 即議決交互審查或禁戶惡讀或不予審議 現在親民黨黨團沒有代表在現場 我們就不予進行這個提案指去的說明 本案沒有人登記大體討論 我們也不予進行 現在有親民黨黨團提議本案競付二讀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本案競付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我們做以下決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並由親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 建請決議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暫停審議中加轉售案 市新政府組成後 重新檢視本案是否有壟斷言論之餘 再行審議 請公決案 我們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 鑒於而來有限電視系統業者 並購案件爭議不斷 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近期通過中加轉售 送交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議案 已有壟斷言論疑慮和違法爭議 並嚴重影響民眾對政府公權力之信任 在新的民意 已經選擇了不同政黨執政後 政府部門也將人事改組之際 原提案要求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暫停審議該案 此國家機關相關部會改組後 重新檢視本案對言論壟斷審查之意義 再續行審議 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宣讀完畢 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是規定 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指去 大體討論後 即議決交付審查或淨負二讀或不予審議 現在請提案人 時代力量黨團代表 許委員永明說明提案指去 說明時間三分鐘 五分鐘 不好意思 五分鐘 主席 本院同仁大家好 我想這個案子非常清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過遠傳公司 以認購公司站 迴避黨政軍